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9月06日 法国适取爱尔兰 周五凌晨 欧国被外围分组赛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法国主场迎战爱尔兰 法国纸面实力碾压后者 并且他们无论战机及底蕴对比爱尔兰都更胜一筹 此番坐拥地利的法国取胜无难度 作为上届世界杯亚军 法国的实力无需过多赘述 连续两届世界杯闯进决赛 已然成为了欧洲最具竞争力的队伍之一 综观欧国被外围赛币组各支队伍 法国的实力在其中是独一党的存在 四轮分组赛战罢 球队大获全胜之余还能保持一球未失 首战面对荷兰便以四球临风的赛国取得开门宏 随后与爱尔兰 直布罗陀以及希腊交手军 以横扫之士降之斩落马下 而过硬的班底则是法国取胜的底气所在 阵中坐拥激利安麦巴比 安托恩基斯文以及迪奥薛南迪斯等人 群英会萃的法国总身价远超爱尔兰 值得留意的是 目前法国合计攻入的九球当中 接近一半由队长基利安麦巴比贡献 四球 这位拿下卡塔尔世界杯金靴的法国前锋 向来是国际赛场的大杀器 综上所述 纸面实力强劲且有主场优势的法国是一将再添三分 爱尔兰头两轮分组赛遭遇失利打击 球队当下的出现形势不妙 虽然几队上仗重返胜轨 但对手直布罗陀是小组中的宋芬童子 因而其圣机含金量并不高 而此前面对法国与希腊军吞下败果 可见爱尔兰的抗压能力欠佳 实力好极有限是球队遭遇当下困境的原因 正中球员大多来自英格兰次级联赛的队伍 本身竞争力就稍逊一筹 对比法国爱尔兰进攻端并不强势 防守也不算稳固 经铺攻防演出均处于劣势的爱尔兰确实难有作为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